開啟救檔以後 這邊有一個叫做 物件鎖點 幫我打開物件鎖點 來畫面先借我 來我換個顏色 我們以前呢 在畫圖的時候 像類似這樣的圖形會怎麼做 我可能會下一個線的指令 從這邊過來 是不是往右邊25 抱歉 50 往右邊50 然後呢 遇到了這條線之後 是不是小老鼠 25 小於30度 對不對 我們會這樣做 然後呢 我沒有標的長度都算是25 我再給他一個25 然後呢 到這個地方來 是不是小老鼠 25 小於45度 對不對 好 到這個地方來 一樣給他25 到這邊 是不是小老鼠 25 25 小於60度 以此類推 我可以把這個圖形畫好 好 當初是這樣子教同學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初教同學極坐標的時候 是告訴你極坐標可以幫你抓水平 垂直 這兩個角度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極坐標的其他的用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畫出這樣的一個圖形 其實我可以用極坐標的方式 我可以在極坐標這個地方 按一下右鍵 選擇 設定 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叫做增量角度 好 增量角度請你幫我設定為30度 好 所謂的增量角度 也就是說當你設定為30度之後 他不只記得30度 他記得30的倍數 好 30 60 90 120 150 180等等等等 他都記下來了 好 他幫你記住了30度的倍數哦 OK 好 這是增量角度 設定一個就等於記得好多個 再來還有一個叫做其他角度 其他角度就是你設定多少 他就記得多少 好 星鍵 好 我這邊可以給他一個45度 再星鍵 我給他一個135度 可以嗎 好 幫我建立增量角度跟其他角度 總共這三個 確定 好 請你先幫我做到這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我們有小老鼠25小於30度的畫法 現在呢 我在極坐標裡面 我有設定一些角度的時候 其實CAD就已經記得這些角度了 當我在畫圖的時候 你看 我同樣的東西 下個線的指令 好 點一個點 我往右邊 我給他50的長度 好 給他一個方向 打一個50 Enter 這一條線 是不是小老鼠25小於30 好 因為我有設定增量角度為30度的這個關係 只要我的滑鼠移動到30度的時候 它自動會出現一個虛線 會自動鎖定30度 這時候我就不用管角度了 因為角度電腦已經自動幫我鎖定了 我只需要給一個長度25 Enter 這樣就好 好 再移過來這邊一樣也是給他25 給他一個長度25 這邊的話呢 是小老鼠25 小於45 當你的游標移過去的時候 45度是不是有做增量角度 有做其他角度 所以說他也記得了 好 一樣給他25 好 再來呢 往左邊 好 25 再來60度 我有沒有做設定 我沒有直接做設定 但是它是不是30的倍數 好 所以當我的滑鼠移動到60度的時候 欸 他也會自動幫我鎖定 我要給的就是長度就好 25 再來呢 再往這個地方呢 好 一樣給他25 好 再來呢 往下 一樣給他25 再來 90加30 從這邊是90度嘛 加30是幾度 是不是120 120是不是也是30的倍數 所以呢 當你的滑鼠移動到120的時候 欸 他又出現了 好 我一樣給他長度就好 好 再來呢 往下25 再來呢 90加45度是135 我有設定喔 所以呢 他到135度的時候自動會提醒我 我只要給一個長度就好 好 這邊一樣往下25 90加60是150 150 30的倍數 所以呢 當我移動到150的時候 欸 自然也會提醒我 好 好 最後 按一個C close起來 這樣子 我是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只有給長度而已 角度 CAD都幫我找出來了 我只需要給長度就好 好 這是極坐標的一個另外的一個用法 好 試一下 極坐標這邊的設定 因人而異 看你有沒有需要 好 看你有沒有需要 如果有需要你做設定 沒有需要的話 你不見得非要做設定不可 好 看你工作的情形 你在公司上班 公司的產品 常常會用到某些特定的角度 那你可以去做設定 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需要開 好 因為呢 有的時候啊 你開太多 好像之前有同學開太多 就會畫圖的時候呢 都會被鎖住 你不想要被鎖的地方 我個人是不喜歡這樣 好 所以呢 我會習慣 我個人的話呢 我如果沒有其他的需求的話 我可能會鎖定在90度 讓它有一個最單純的水平垂直就夠了 好 有需要我再增加也可以 好 增量角度可以去設定 然後呢 其他角度總共可以設定10個 好 就代表你有很多的角度是可以被選取的 好 就看你有沒有需要了 好 有需要的你就開 沒有需要的你就設成90度 單純的水平垂直其實也很好用 好 好這邊你可以再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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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